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日前前往巴黎米昌国小参访 除了认识校园的生态环境 也看到了学生带来的精湛表演 罗罗社团的学生所带来的表演赢得台下卢雷的掌声 这群来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师生 这次特别参访米昌国小 除了对学生的演出留下深刻印象 对老师的教学方式也相当的认同 一个学校有特色的学校 并不是说只有少数一群学生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就是要有特色 办教育是要全部的学生都上来 那就是一个好的教育 那我觉得现在米昌就是这么样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真的就是像白了 就是商业中科当中讲的那个迪士尼的那种感觉 就是真的觉得遇教育了 就是整个包含就是我们可以学习 不仅让学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学习 然后也可以同时就是有那种玩乐的那种感觉 这次来参访的学生 未来都可能投入教育这个行业 校长希望能够把米昌老师们投入的精神 传达给参访的学生 他们未来都是准备要进入教育职场 所以他们到学校来参观 其实是让他们了解一个学校的经营 跟他们让他们了解 在学校有哪些活动跟哪些教育的方式 可以建立孩子的信心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舞台 所以他们今天来看我们学校的环境营造 还有我们提供给孩子学习的环境跟管色 另外呢他们看小朋友的表演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上午 不过采访学生都深深体会到 米昌国小的小朋友喜欢上学的心意 以及乐于展现才艺的自信 天外天新闻 方建凯玲 锦鱼 巴黎采访报导